我听谁听代库他那些字 如何安装Flex模型及基础使用 大家好 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个FLUX模型的一个安装以及基础的一个使用 那么首先呢 它这个模型的话 号称是可以直接处理一个完美的一个手部 那么这里有很多这个参考图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么下载这一个模型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一个网址上下载 那么它是全部给你弄好了 那么首先我们把这四个文件夹下载完毕之后 这一个工作流是我们的一个工作流 直接给它拖入到这里面 然后我们具体来讲解一下如何的进行一个安装 首先这一个文 这一个节点 它是一个大模型 你可以在这里选择 那么你要将你的这一个大模型给它放到这样的一个目录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是一个XL对吧 你记住 记住这里 然后你可以打开你的config UI 这个目录搜索 搜索这样的一个 然后在这里搜索就能得到 就能得到它这样的一个目录 比方说我们现在搜索对吧 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目录 然后将你的大模型给它放到这里面 然后你的这个config UI刷新一下 点击这个刷新按钮 它这一个就会显示出来了 如果你不刷新的话 它是无法显示出来的 那么它这有三个 总共有三个模型 那么根据你自己的一个需要进行一个下载 这一个一个两个三个 这三个模型以及这个VVE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继续往下看 然后是这一个模型 怎么安装呢 同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方说我们找到这个LCM CLIP对吧 那么我们打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config UI 我们在这里搜索这个LCM CLIP 然后等待一下 它会找到就是对应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点击打开 然后将你的这些文件给它粘贴到这里 比方说这个T5XXL对吧 我们将这些文件给它复制到这里 复制到这里 那么它是对应的是这里面哪一个目录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对应的是这些文件 你将这些文件给它复制到这个目录下 然后我们继续的往下看 那么这里是一个提示词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一个输入 然后是一个VAE对吧 那么VAE的话 它有时候会无法显示 那么为什么会无法显示了 你可以看一下这一篇文档 这篇文档 那么主要问题是你的config UI没有更新 那么你要打开你的这一个config UI的一个更新 那么如果你是使用这个秋叶整合包的话 它是可以自带的一个更新 你只需要点击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选择到当前的一个最新版本 那么它就会支持这个FLUX这个模型 那么如果你是使用这样的一个原版的 这样一个config UI的话 你就要自己找一下 那么同样的应该是 原版的话它这里面应该是有一个运 就是一个升级的一个东西 你可以批处理 你可以参考它的这一篇文档 进行看一下 也就是这个批处理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降 我们要将它这个放到哪一个目录呢 同样的 你在这里看一下 那么我们可以搜索这个TAESDXL对吧 那么你在这个config UI下是搜索不到的 为什么搜索不到了 那么我是搜索不到了 那么你如果没有改这样的一个config UI的一个目录设置的话 那么你是可以搜索到 那么我是改了这样的一个设置 我们大家就是可以看一下 我们找到这样一个文件 我们给它编辑一下 因为我是把这样的一个config UI 这个模型库给它改到了这个地盘的一个外部 UI的一个模型库 所以说我这里是找不到 就是它关于它这个VAE文件 那么我是可以直接调用外部 UI的一个 一个模型 就是不需要就是在config UI里面下模型 然后又到外部 UI里面下模型 我是直接就是全部使用这个外部 UI 这个模型库 然后它这个目录下是一个Moros VAE 对吧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VAE文件 放到 这个外部 UI的Moros文件夹一个VAE对吧 那么你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配置文件的话 你是把这一个VAE文件放到你的这个config UI的一个目录下 那么同样的你如何查找呢 就是在这里找到这样的一些名称 然后比方说找这样的一个名称 对吧 然后打开你的这样的一个config UI目录下 你在这里搜索这个TA 对吧 SDXL 然后找到之后 再把这个VAE下的一个文件给它放到对应的Moros 即可运行 好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VAE讲完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一个总值数 这一个是一个采样器 这个采样器 然后这样是一个设置图片的一个大小 那么为了设置 为了测试我们把这样改改小一点 那么这是一个步数 好 那么现在我们直接点击生成 看一下这个效果能不能跑起来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一个占用的一个显存 以及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看一下 同样的我们可以打开 我们这样一个秋叶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那么我们需要等待一下 那么它这个模型的话 运行速度是很慢很慢的 所以说 如果你想使用这样的一个模型的话 那么如果你不是4090的话 我建议还是不要使用 用这个SD差遥即可 那么这个一般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就是发烧友 他就喜欢就是研究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还需要继续在等待一段时间 那么现在这个模型就已经 这个生成图片完成 然后如果你觉得它这个图片不够大的话 你可以在后面继续的加一些节点 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放大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图片生成的效果 还可以 这个手部很完美 那么本期教程就到这里 我们下转了这个地方